中风三十系念法事 能用来助念吗 应光大师在文筒里都有说 三十系念 就是中风过世三十系念 大概有人问 问这个应祖 可不可以用它来做祝念 应祖不赞成 我也不赞成 临终祝念非常重要 一句佛号 这么多年来 我们宋王僧 都依照赤宗徐帝 都依照这个做法 我们都依这本书 来宋宗啊 宋宗里头 你筋都不要念 开始不可以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地 中风三十系念 这些年来 我们提倡 受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在什么时候 做呢 多半是在夫妻 夫妻呢 是自立 七天圆满之后 我们做一堂三十系念 超度 超度 在夫妻当中 所带的牌位 同修或者是家庆眷属 又要超度的 在夫妻当中 我们不做任何法事 就是每一天念佛 给他回想 所以夫妻圆满之后 做这个三十系念 命要免利 他跟禁宗完全相应 里面诵经 念弥陀经 念王僧州 里面的开示 都不错 都非常精彩 是顺于 这个 这么一个 法会的做法 无视 凭察 尊业 这个诸位同修 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有敬宗的人 念念 与我们本宗相应 我们看到 许多超度 佛寺的 这个仪归 那与 尽宗最相应 最契合 是这个仪归 这是我们采取的 那么这么多年来 确实 也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不可以用它 做宁尊做宁 这个诸位要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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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